开业超过20年的 墾丁知名餐饮店弟弟小吃 金泉九月底将吹熄灯号 恒川半岛的观光 雪崩式下跌百万 宛如海啸来袭 这一片片的媒体报道 说明当地目前正面临的困境 究竟恒川半岛的观光 有没有受到影响 中央政府官员这么说 大家很关系的 恒川半岛的观光 的确最近恒川半岛的观光 是受到一点冲击 交通部次长张振元 南下屏东参加 县府交通处成立街牌时 不惠言地说 恒川半岛的观光 确实受到冲击 为了真心当地的观光 中央将与地方携手合作 召回观光人潮 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提振国民旅游 鼓励国民旅游到恒川半岛 第二个我们来拓展新南向的观光市场 后续我们会跟地方政府 屏东县政府大家一起合作 我们希望新南向的游客也进到恒川半岛 此外台湾灯会明年适逢30周年 又首次在国境之南的屏东举办 县府已经展开规划 交通部也寄望国际性的灯会活动 能够带来国际旅客前来观光 台湾灯会在屏东 来透过这样的一个 国际性的一个观光活动 我们来包装观光旅游 我们希望它能够国际化 国际旅客带进来 我们希望透过灯会 我们也可以带动恒川半岛的观光 张振元强调 中央除了意诸屏东多项重大交通建设 也绝对会和县政府密切合作 希望能够透过振兴国民旅游 带动国旅人潮到屏东 与积极拓展深更新南向观光市场 以及台湾灯会国际性的观光活动 等相关的配套 优化横圈半岛的旅游业 将观光人潮给找回来 屏东新闻蔡立华卫德卫 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